HELLO 各位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Dito 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这个消息是要给有在关注生者回音的一些朋友 一些订阅者 一个礼拜前我上传了将近40分钟的一个恐怖游戏 我不知道居然获得那么多的反馈跟反应 我是非常的意外 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我不知道这个关注人还这么多 OK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 在几天前的这个游戏的开发商 他接受一个interview里面 他有介绍他会讲一下这个目前他们的游戏的动态 那他的标题呢 我是蛮想笑的 因为这个标题对我来说是很敏感 我先把文章大概说一下之后 然后再跟你们讲说他的标题是怎么下的 因为真的是蛮有趣的 他说这个MG 我简称MG工作室呢 跟一个小团队一起开发这个生者回音 已经有8年的时间 但是直到这3年前 这个专案才开始全速的发展 这么长的时间导致这个游戏感觉更像是一个2A开发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游戏 那镇图工程师的设计师说的 他说2024年的时候呢 期间采访采访告诉我们 这个是对上个世纪一些经典恐怖游戏热爱着 这个他们这种狂热的这种粉 这种狂热呢将继续的延续下去 那他也说到说 这个游戏呢 是我们要献给经典生存恐怖游戏玩家的一封 非常非常大的情书 我现在讲到情书我就很敏感了 你知道的在90年代那些游戏 比如说Biohysel 或者说沉默之秋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Alone的Dark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我忘记 鬼屋魔女 鬼屋魔女 我们真的很想念那个游戏 他说我在想20年前 如果我没有记住的话 他们做出最后一个 这个 二林古堡重制版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它 所以我们想将它再把它带回来 现在我们有了通过机时的运算 让它变成完全3D的模组 也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前看到的那个样子 他说这不仅是在其他多边形 或者那些阴影 还有那些让人经典的作品的这个黑暗 部分呢超自然的世界 而且他们还从 他们还从一对主角中呢 摄取一些灵人来呈现他们的游戏 他们应该就是这个游戏的开发商 那OK到我们现在看下去 对不起我手机在想 OK到他讲说 目前游戏有两个角色 那他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 那他们都有一个独特的事件活动 那他们两个每个人都有大约12小时的游戏 你可以更多或是更少 那OK他说他们分享的故事剧情呢 不是大部分会想象的那一种 可能就是表里观的 可能就是表里观的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那自己的目标 但是他必须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合作互相支援 然后努力得向眼睛 那生者回应呢 他说非常接近 原本在2025 他会说在2025年2月通过Steam 也就是说在明年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前两天的 所以说他是说 我看Steam上面日记 是说这个年底 所以说有可能 如果这个讯息没错 在明年2月的话 Steam会发布这个PC的 的释出的时间 不过他们暗示 这不会是故事的结局 当你完成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将会解锁第三个角色 那开发商他说 但他是会迟来一些 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所以稍后他会做一个 免费的更新释出 也就是第三个角色 我们将会用免费的方式去获得 也就是说 应该是更新之类的 或者说其他相关部分的 那目前的PC是唯一确认的平台 我是蛮好奇的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 是有看到说他有支援 之前的试玩版 去年的试玩版 有看到Xbox跟PS5的版本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要等到游戏真正释出的时候 再去确认 因为我不太相信 只有PC版可以玩而已 那而且该团队人来希望 如果游戏成功 他们将会能够移植到其他的游戏的平台 那目前我们在Steam上 只有在Steam上发布他 因为我们没有钱开发在其他的平台上 但是如果一切将顺利 我们希望将这笔钱再投资 其他一直到PS5或Xbox上面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出错了一些老式的恐怖游戏 沉默之就二 对你来说有点太多了 那么明年初这将会是一个有趣的一个题 以上是生者回想的这个 比较新的访谈interview 那他的标题是什么 其实里面已经说到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献给九年代生存恐怖游戏的 一个现代情书 我知道有人会偷笑 我知道有人会偷笑 但是你可以在 因为我对情书这两个是很敏感 如果你知道我之前在玩什么游戏就知道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其实我在旁边笑 我笑得很大声 因为你现在在说献给某某玩家那个情书 我个人觉得 我会有点担心 你知道吗 我会有点担心说你这个 先胜后衰 还有就是说说我我在别的interview里面看到说他们是一间非常小间非常小间的工作室 然后才几个人的工作室而已 他们是一间工作室 所以说你说要让他有太多的资源去投入在其他的比如说动画行照方面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目前就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他下面发行日期还是2024年 也就是说说呢 如果今年没有释出的话 那明年2月应该会释出 我是说都按照这篇文章的正确性来讲 那也就是说目前的demo 有人在YouTube上面问 那我说demo目前是没办法执行 官方在Slim上面的社群里面是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他们先把demo关掉 因为他们会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可以存档 或者说置物箱、置物栏 他们会做一些改变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百变 因为你如果正式版出了一个礼拜前的品质 那我相信绝对会被打枪 一定被打枪了 还有就是说说 因为它是坦克式的移动方式 这个如果你们要用滑鼠跟键盘玩 我是不反对的 那经过我之前几趟玩下来 我个人觉得坦克式的移动方式 我们可能要去稍微适应一下 不是不能玩 但是你要去适应一下 最后这个游戏 不要说献给恐怖游戏玩家一封情书 我讲到很想笑 我只能说这个游戏 如果你喜欢沉默之秋 你喜欢恶灵古堡 你喜欢鬼屋魔灵 这个游戏 相信我 这个游戏你可以玩 你绝对可以玩 而且你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那种感觉 那种刺激 那个刺激感 我没办法用文字去表达 我也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 我就只能去轻声的去体会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个游戏在观望 我觉得你观望是对的 你观望是对的没有错 因为你像这种 它这种游戏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很大的作品 算是有点小品作品 但是在这种小品作品当中 这个水准还这么高 其实我是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算是很不容易的 还有这个游戏呢 它有解谜的成分 也有丧失的成分 我相信你看我这个那几十分钟的影片 应该有看得很清楚 操作方式有点别扭 因为不习惯 我只能说是不习惯 那OK 那就这样子 感谢新的订阅者订阅我的频道 那有后续 如果这个游戏 这个demo已经开通了 我会继续的试玩给 上传到这个YouTube给大家看 先给大家有一个预防声音 先打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怎么改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改 因为我现在也在注意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非常非常刺激 还有就是说 当你在玩这个游戏 在看人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强烈将你的耳机带上 将你的7.1 5.1环号声道的耳机音效打开 你绝对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效果在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好玩 那我只能说 我很少推荐人家玩游戏 因为我玩游戏是非常调的 这个游戏今年我是会入手的 今年我是会入手的 这个游戏真的是好玩 我是一楼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in the time